感谢上帝先向大家问安 愿主的平安临到你们当中 感谢神让我昨天 今天有机会在你们的当中来讲道 特别昨天今天都有洗礼 我就借座这样美好的时刻 跟你们分享关乎洗礼的真理 洗礼是我们基督教很重要的圣礼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每一次有人洗礼 我们感谢神 因为天使天君也都要跟我们一起欢喜快乐 有人蒙恩得救 归入基督耶稣 那对我们已经受洗的人呢 每一次看见别人受洗 我们应该思想一下 我们对洗礼的认识 回想一下我们在洗礼的时候 所立的志 那么当然 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 那我要对你们说 也要对每一位说 洗礼不是毕阅典礼啊 是开学礼 西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说 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你信了耶稣 感谢神 你受洗归入基督 感谢神 但是从今以后呢 你应该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不要一直停在道理的开端 你要追求尽到完全 那在西伯来书第六章第二节 有一句话说 各样洗礼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一直在进步的当中 我们从历史走过来 那我们讲到多远的历史呢 从诺亚开始 从摩西过红海 都在预表洗礼 那昨天早上呢 我在福建广东聚会 讲了关乎洗礼的历史背景 福音书中的洗礼 初期教会的洗礼 那这些都是很大的课题 长话短说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课题 我就在今天下午 跟大家分享 谁可以施洗啊 当然是牧师啊 不过只有牧师能够施洗吗 那又不是哦 圣经怎么说呢 那谁可以受洗 谁才可以说 我有资格受洗 受洗还要资格的 什么时候受洗 在哪里受洗 为什么受洗 那这一些呢 让我们也长话短说 一一的来看 所以首先 谁可以施洗 主耶稣知道法利塞人 听见他收门徒施洗 比约翰还多 那这是约翰福音 第四章第一节 所记载的 但是第二节呢 圣经就跟我们交代 跨胡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耶稣本身为了 敬诸般的义 受约翰的洗 那其实 耶稣他是神 他没有为人施洗 他要把这一份荣耀 赐给跟随他的人 所以感谢神 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 奉父子圣灵的名 为人施洗 使他们归到 耶稣的名下 格林多前书 第一章十四节 保罗说 我感谢神 除了激励师部 并该有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 一个人施洗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 受洗的 我也给尸体返家 施过洗 此外给别人施洗 没有 我却 记不清 感谢神 有一些人 信了耶稣 当然你不是一信 信耶稣受洗 要请所谓的大牧师 来为他施洗 甚至有一些人 明明是洗过了 但是听说某某大牧师 路过 他要叫他再洗一次 那你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论出名的话 保罗最出名了 但是他不为太多人施洗 不过在这里 他特别提到 施体返家 这个有一点特别 因为当他还没有 悔改归向耶稣的时候 施体返被石头打死 当时保罗在场 他也很喜悦这一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施体返寻道 施体返的家人 可能怀恨在心 你也有份的 但是这个时候 施体返家愿意 保罗为他们施洗 可见他们不计前仇 都能够在基督尼亚合一 但是保罗怎么说呢 第十七节 基督差遣我 语言不是为施洗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 落了空 我身为牧师 我们不能够说 我了不起 我为多少人施洗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有没有忠心的传福音 所以保罗给我们 很好的榜样 那当然 圣经并没有明文说 只有牧师 才可以施洗 其实我们圣公会 有一个规定 凡是信了耶稣的人 都可以为人施洗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告诉你 虽然有这样的允许 不表示 你就可以随便 抓一个人来 你为他施洗 因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 所以我们必须尊重教会 当我很年轻的时候 当然年轻气盛 那有一位会有病的相当重 那当时我的牧师要出国 当时我还不是牧师 跟弟兄姐妹一样 只是一位小弟兄 牧师就交代我 如果紧急的话 有必要的话 这个病人说 我愿意信耶稣 你可以为他施洗 那这个牧师呢 跟其他的牧师们去开会 那我感谢神 这一位病得很重的人 他愿意受洗 愿意信耶稣受洗 那我就挣扎 是我来施洗吗 但是我知道 当时有一位牧师 他没有跟其他的牧师 去开会 所以我就找他 那我感谢神 我这样做 然后呢 这个牧师呢 当然他很有经验 我呢 从来没有施洗过 还没有受过 应该受的训练 那我感谢神 这一位牧师为他施洗 而不是我 以后我去读神学 当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就跟一个 在大学读书的同学 分享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信了耶稣 我说你信了耶稣 你应该加入教会 受洗 他说 我已经受洗了 这样我说 你什么时候受洗啊 他说 我的同学向我传福音 我信了耶稣 然后当场 他就为我施洗了 他是谁 然后你在哪里受洗 我就在大学宿舍的冲凉房 我吓了一跳 这样你的洗礼证书呢 有什么证书 洗礼还有证书的 感谢神 刚才我们看到 牧师颁发 重生证书 教会凡事 拜托 要有规矩 所以你不要说 圣经没有讲 一定要牧师才可以施洗 但是我们可以凡事都照规矩来吗 所以你看到 主耶稣 祂道成肉身 成为人 虽然祂同时是神 但是祂照着人的规矩做事情 你看到门徒 使徒保罗 他们都照着规矩来做 所以拜托 我们凡事 必须有规矩 那说洗礼的条件呢 通常我们要求弟兄姐妹 上洗礼班 这个是肯定正确的 因为你怎么样离开 道理的开端呢 你要上一些课 你需要受教 你需要有人教导你 但是当我们看圣经 向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 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 他们当场就受洗了 当时三千人 在同一天受洗了 那有一些人曾经 的确有人向我挑战 牧师为什么要上洗礼班 圣灵降临那一天 请问这三千人 有没有先上洗礼班啊 的确没有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 这些人是什么人 犹太人 他们从小就读旧约圣经的 请问你旧约圣经 读多少遍 没有摸过 那你先上课 我们的背景不同 当时这一些人 他们都已经学过了旧约 现在他们少的一样是什么 悔改 奉耶稣的名受洗 所以彼得呢 直接就吩咐他们 个人悔改 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 不过 在不同的情况 有不同的做法 如果我们再看下来 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六节 这里讲到 斐利跟伊索比亚的太监 他们二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这个太监说 看啊 这里有水 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一是吩咐车站住 斐利和太监 二人同下水里去 斐利就给他施洗 有一些人又来向我挑战 牧师啊 你说刚才 在圣灵降临那一天 三千人受洗 这些人是犹太人 他们熟读就业 但是这个太监是外邦人的 但是这又有一个背景 这个太监在读圣经 读哪里 读以赛亚书 他不懂 那斐利就来跟他解答 他解答开窍了 明白过来 往前走的时候 有水 然后斐利就为他实习 如果你说我读过 我读过洗礼班 多久啊 十个课程 三个月 那不错了 你可以毕业了吗 你的确我就很放心 为你实习 但是说毕业吗 还早呢 因为你只是摸一个皮毛的皮毛 你是懂一些 这个太监呢 他懂一些皮毛 他已经读到以赛亚书了 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白的 在洗礼班呢 我特别强调 不是在乎你读的课程内容 但是我一定要解决你一些困难 拦阻 有一些人想要信 不敢信 为什么不敢 你可能怕 如果我信了 以前我拜了几十年的大背功 今晚来对付我 怎么办 我必须把这个石头挪开 把这个拦阻拿开 有一些人想 我要洗礼啊 那我父母的祖先牌怎么办 我必须帮助你做妥善的处理 不是说拿去垃圾桶丢掉 不可以 这个对父母啊 长辈的不敬 但是我必须让你明白 你的父母是我们应该 他们在世的时候奉养 他们去世之后 我们纪念 但是他不是神 你不必拜他 但是你要纪念他 那怎么纪念呢 我们换一个方式 不是在摆一个牌子 拜拜 你可以换一个牌子 在主的爱中 纪念我的父母 阿公阿妈 然后我们可以有追思礼拜 我们来思想 每年某一些日子 来思念他 一定要把这个拦阻解决 所以斐力呢 就帮了太监 拦阻了这些问题 然后他们就 悔改 他就 太监就悔改 就受洗了 如果你在看 《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节 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 第十节无论大小 都听从行邪术的西门 那这个西门是行邪术的 他用邪术困惑 然后赢了很多人去跟从他 那我要你注意 《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节说 无论大小 大人小孩都跟了去了 但是十二节 他们听了斐力所传的福音 就信了斐力所传 神国的福音 和主耶稣基督的名 连难待你就受了洗 所以你说 信主受洗需要什么条件呢 要 很重要 信 你必须信 我们所信的很特别 我们还没信耶稣的人 怎么样称我们呢 他有一些说 你是假红狗 这个狗是假的 他们不明白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去研究过 一百年前 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 他们怎么传呢 做两件事情 第一 办学校 一直到今天 新加坡还有很多教会的学校 在中国呢 宣教士办了四万多间的学校 很多人忘记了 不知道了 第二呢 建医院 你知道宣教士在中国各地 建了两万多间医院 在教育 医药方面 做前锋 教导你 然后 叫你 做医药 卫生 的服务 很多人就来信耶稣 还有呢 的的确确 以前在农村 时常如果 农作物欠收 就吃不饱 宣教士的确 帮助大家 施舍 他们有的吃 特别孩子 供应奶粉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去信耶稣 这个是假搞 因为你去信 就有的吃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由来 但是你看 他们来 可能因为在教会 学校受教育 可能在基督教的医院 得做医治 可能透过因为 得到帮助 来信耶稣 但是这一些 其他的是吃药的 重要的是 你必须信 那你看 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无论大小 都拜拜 我曾经看过 大人 老人家 公妈抱着孙 然后叫他 小小的手 握着香 在那边拜 小小他就拜了 但是呢 当我们来信耶稣的时候 我听到有一些大人说 他还小 他不懂 那不对 他不懂 他小小 你就带他去拜拜 现在你信了耶稣 你不带他来 所以在圣公会 我们为婴孩 实习的 为孩子 实习的 你信 这个信 你的领受的福气 也要叫你的 子子孙孙 来领受 所以你注意看 圣经怎么说呢 他们连难带你 就是把 无论大小 都带到主的面前 都受了洗 然后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 使徒行传十八章 第八节 管会堂的基利师部 和全家都信了主 他们本来是在犹太教的背景之下 读旧约 现在呢 听了福音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 听了就相信 收取 那你要踏出信心的一步 先相信 以福所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第二章第八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应做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化 那这一句话很重要 当你看福音书 然后你看使徒行传 就是初期教会的历史 以后保罗 再把福音书所讲的福音 整理了 再把使徒行传 初期教会的经历 整理了 以后他写下 像以福所书这样的书信 这里呢 他总结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应做信 不是出于自己 所以你来信耶稣 不是因为你很乖 不是你贡献很大 都不是 不是出于行为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你需要认罪悔改吗 可能你有接触一些 不同的教会 他们所讲的 那我非常关注这些动向 有一些人就提出 说不必悔改认罪的 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了 那这个说法呢 对一半 但是传统教会 也错一半 因为传统教会说 你必须悔改认罪 然后你才可以 信耶稣 那请问悔改认罪 是不是行为啊 如果是行为的话 你的得救 不是靠行为 所以传统教会 在这方面呢 我必须说 错了 但是另一方面 讲不必悔改的 它就对吗 我告诉你 也错了 那到底怎么样的 才是对的呢 我们把悔改 跟认罪 放在一起啊 是不大对的 什么叫做悔改呢 我们中文的悔改啊 就跟认错认罪 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在英文 在语言文 悔改啊 它的意思是 转过来 归向神 过去 你像哪里呢 你像做这个世界 你像做各样的偶像 现在你明白过来 以前我像做这一些啊 我追求的都错了 现在我悔改 我转过来 面向上帝 我跟随上帝 十架在前头 十架在背后 以前是世界在我前面 十字架我管你啊 现在不同 我转过来 这个叫悔改 当你转 你要信耶稣 受洗 这个转过来 是重要的 所以有时 我们会碰到 有一些人 要信耶稣 很好 我信 我信 大背功 叫白 那不对 因为你没有转过来 你什么叫做转过来呢 你必须承认 我过去所做的 错了 不容易放下的 你拜了几十年 但是你醒过来之后 你知道那不对的 我转过来 这个悔改是重要的 所以你要注意 把彼得是说什么呢 你们要悔改 受洗 所以不是说 我跪下来认罪 那坦白说 你认罪 能够解决问题吗 你怎么认罪 讲sorry sorry就解决了 我赔钱 赔钱能够解决 你把命赔出来 都不能够改写 你做的错 只有主耶稣的赦免 能够使你 你的罪 涂抹 不是靠你 是靠主 但是 你不是因为 我很好 我认罪 然后神 你就欠我 你一定要救我 不是 这个是靠行为 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转过来之后 你要做一个懂得认罪的人 所以叫我们认罪 其实不是在福音书 是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九节 这个是信了耶稣之后 你要做的事情 但是传统教会 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在你信耶稣之前 对不起 这个是错的 但是另外一个说法 把这个认罪全部丢掉 这也错 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时常会知错的 因为有圣灵光照我们 但是 我认罪 不是交换得救的条件 你的得救 是本乎恩 因做信 不是处以行为的 所以当你看 《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九节 保罗 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 但是他们三个半夜 在监牢唱歌赞美神 进住 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 监门全部打开 进住一看见 监牢的门打开了 糟糕了 犯人全部跑掉了 这样他们没命了 所以他们一看 还好这些人没有跑掉 保罗 希拉 门开了 还是在那里赞美神 进住就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战战战兢兢地 辅赋在保罗 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 说 二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 才可以得救 他们还没信耶稣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信耶稣 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得救 保罗怎么回答呢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你注意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这是一个应许 保罗没有说你先去上课 保罗没有说 你要先奉献多少钱 这个完全无关了 保罗甚至没有说 你要跪下来认罪 但是他说当信 这是今天我们受洗 最重要的条件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家人要怎么样信主呢 怎么样得救呢 他们必须先来听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传讲基督的话来的 当基督的话传讲圣灵感动 当晚就在那时候 进驻把他们带去 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 历时都受了洗 那这里啊 我们就看见你不需要再延迟的 洗礼呢 应该是越快越好 当然你要信 当然你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许多例子呢 几乎没有拖延 没有等待的 所以当我们看悔改认罪 我们必须很清楚 什么是悔改 什么是认罪 那如果是 你了解 那怎么样悔改 怎么样认罪 那需要悔改吗 需要 这是转过来 需要认罪吗 需要 所以当你看啊 我们再回去看 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 圣灵降临的那一天 彼得讲道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杂心 就对彼得和其一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么样行 那你再注意彼得怎么说呢 你们个人要悔改 就是转过来 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 那感谢神 今天我们见证 弟兄姐妹们的受洗 也再一次提醒我们 当年我们受洗 所立的字 那我也要劝 还没有受洗的 来吧 不要再拖延 信主之后呢 我们必须时常做的 约翰一书一章八节 告诉我们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你的认罪呢 不是交换你得救的条件 而是你得救受洗之后 你必须时常经历的属灵的功课 所以我不赞成有一些人说 你不需要认罪了 那不对的 不过我也同意 认罪不是行为 换取你得救的条件 因为得救是本乎恩 那何时洗礼 如果我们再详细一点看 第二章三十八节 叫你们为什么要受洗呢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四十一节 于是 于是什么 就是这样 马上 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几乎是马上的 就在同一天 那刚才我们看过的 无论大小 听了听从行邪术的西门 但是一信了斐利所传神国的福音 和主耶稣基督的名 连南带女 救受了洗 那这个救什么意思呢 马上 所以我再一次劝 还在忧郁当中 考虑 你不用考虑了 你信了耶稣 尽快安排就受洗 所以当你看 同样的 在盖撒利亚 彼得去到外邦人的当中 那特别是 彼得一看 这些人受了圣灵 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七节 那彼得看见这些人受了圣灵 他说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四十八节 就吩咬 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那么在哪里受洗呢 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信了耶稣 然后你的同学就拉你去冲凉房 我看那个不大对吧 但是 施利跟太监 到了有水的地方 那在撒玛利亚的高原 水不是容易看见的 那么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看啊这里有水 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那施利也不延迟 跟他同时两个人下水去 施利就给他实洗 那我感谢神 今天呢 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个时代 我们有设备 我们凡事必须规规矩矩的来进行 那最后的几分钟呢 为什么要受洗 为什么洗礼呢 有一些人看来看去 他说下去 然后上来 能够洗什么啊 你不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你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 你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宗派 也有不同的教会 他的重点各有不同的 你知道有一些宗派啊 他不洗礼的吗 你有没有听过 那圣经很清楚地记载 主耶稣说的话 马太福音28章19节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耶稣要我们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然后要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他在强调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中文凡这个字什么意思啊 都这个字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嘛 哈朗巴朗什么 隆重全部嘛 主耶稣已经明文的 说了施洗 但是我们算谁啊 算老几啊 我们可以否定 主耶稣所讲的吗 那为什么要受洗 这是踏出信心的一步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 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父天上 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认他 感谢神 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 愿意踏出信心的一步 在众人的面前宣告 我信耶稣 受洗归入基督 你在众人的面前 认耶稣是你的主 主耶稣应许你 他在父的面前 也必认你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一段并不表示受洗 但是我相信受洗 包括在众人的面前 认主的这一回事 还有呢 当你吃饭 有很多人请我吃饭 特别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特别是还没信耶稣的 他请我吃饭 我说我先祷告 感谢神 吃我丰富的饮食 你付钱 那我们在 还没信耶稣的面前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面前 吃饭 我们都不好意思 用最快的速度 眼睛闭一下 就算是祷告了 你不敢说 等一等 我先感谢我的神 你在众人的面前认他 当然这也是一个方式 你也不需要得罪你的朋友 不然没有朋友好做 也没有饭好吃 总之呢 我们要灵晓相舌 但是特别像这样的一个场合 特别在亲戚朋友的面前 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 特别在主的面前说 我相信 我接受你是我的主 我下去 熟悉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经历 那为什么我说 不一定是洗礼呢 因为斐利跟太监 他受洗的时候 只有两个人 那感谢神 今天我们有许多见证人 特别你的洗礼 有许多见证人 这是宝贵的 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节 主耶稣最后的几节 主耶稣讲了这些话 然后在马可福音 最后的地方 第十六章 差不多要结束的地方 主耶稣说了一句话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那对我来说呢 信而受洗 这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事情 你没有理由说 我信我不受洗 或者你说 我不信 但是我要受洗 我看我们做牧师的 我们很难为你施洗 你必须先说你信 我们就很乐意为你施洗 这两件事情呢 是合在一起分不开的 所以对我来说 应该是没有所谓 信而不受洗的人 那我怎么样称你 称你是基督徒吗 你信了吗 你信了 洗了吗 还没 这个有一点矛盾 所以信而受洗 是包括在这个 得救的配套里面 你一定要两者都接受 那今天我们看到 有弟兄姐妹 愿意踏出信心的一步 你不需要再犹豫等候 还没受洗的 你也预备你自己 快快的来进入 这个蒙福的羊圈里面 那我们已经受洗的 不只跟今天受洗的 一起欢喜快乐 我们也要一同 把荣耀归给我们 在天上的福 跟天使天君 还有今天受洗的人 一起的欢喜快乐 感谢神 我们同心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再一次 了解 领受洗礼的真理 也求主你来施恩 好叫我们众人 再一次肯定 我们立志信 跟随主耶稣 也让今天 信而受洗的弟兄姐妹 愿天上的父 施恩赐福给他们 也赐福给他们 家中每一个人 叫他们信 他们一家人也都得救 主啊 你也恩待 还没洗礼的 已经信靠你的 也开他们的心 引领他们 快快的受洗 进入主你的羊圈 主我们感谢你 把荣耀归给我们 在天上的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